幸福三重奏本周继续开播 大家可以看到,在大小S刚想飞进屋之后,陈建斌先是让蒋琴琴坐椅子上,然而蒋琴琴却提出要去厨房洗一点水果,出于待客之道,陈建斌自告奋有,我去弄,想来也是想照顾老婆的情况,怀着怨也不太方便,但问题是,蒋琴琴去坚持要自己去,很明显蒋琴琴是想让陈建斌陪客人。 男主来女主内的思想呀,大家争不过蒋琴琴,也只好顺了他的意思,说来也是,陈建斌平时就话多,正好可以跟客人们好好聊聊,而就在大家聊得正起劲的时候,蒋琴琴却在厨房呼唤,陈老师,看来蒋琴琴是需要陈建斌帮忙呀,但问题是陈建斌却坐着没有动,反而是大S站了起来,我去帮忙, 想来大S的想法可能跟蒋琴琴一样,毕竟作为一家之主,需要留下来陈客人,老婆花药身孕,虽然不方便,但也只能坚持一下,想来也不会出太大问题,大S如何不明白其中的问题? 于是起身走向厨房,但他一句话却让观众被感心疼,他怎么能够大着肚子还这么忙? 看得出来,大S非常担心蒋琴琴的身体状况,走进厨房之后,大S发现蒋琴琴居然,洗了三盆水果,大S端了两盆,蒋琴琴端了一盆,难怪蒋琴琴要呼唤陈建斌帮忙,这么多的水果,蒋琴琴也是够费心的呀。 见到如此勤劳的蒋琴琴,大S也感慨,那么瘦,还那么有活力,你真的很了不起,这句话虽然是夸奖,但也从侧面看出,大S跟蒋琴琴怀孕期间的待遇完全是两样,大S铁定被呵护得无微不至,值得一提的是,当蒋琴琴把水果端出来之后,又对大伙儿说,在这儿买的水果不是很好,相比台湾, 汪小飞回应,咱们是人生态吗?蒋琴琴这典型的家庭主妇的课套话呀,这代课之道实在让人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更多的网友自表示,怀疾怨也不要太过操劳了,当然,没能包上忙的陈建斌,此时也赶紧体谅一下老婆,主动让出座位,让老婆靠一下。 虽然陈建斌有时候不是特别体贴,但总体来讲还是一个正直的老公。 能包装作的老公。 的表情组设计划和帮助说的老婆靠出広的老婆靠一浓有神的老婆靠出床。